新华社华盛顿1月4日电美直篮 4日进行了10场比赛 由于詹姆斯和库兹马两名主力 应当确证胡仁队主场112比119赴于尼克斯 后者结束8连败 凭借奥拉迪波的加实赛最后阶段的三分球绝杀 步行者客场119比116险胜公牛 取得6连胜的同时送给对手三连败1月4日 胡仁队球员布兰登·英格拉姆 有在比赛中投篮 新华社发赵汉荣社 在胡仁与尼克斯的比赛中 胡仁当家球星詹姆斯继续因伤缺诊 库兹马也因背部挫伤 无法上场尼克斯开场三分球平平命中 以39比25结束首截 次杰胡仁将比分破尽到59 比613第三家胡仁的英格拉姆平平命中 率队以92比86反超比分 末杰胡仁在最后阶段多次进攻 无过最终落败1月4日 胡仁对球员狼索鲍尔 砍下21分波普拿下19分 尼克斯的小卡达威 砍下22分坎特 得到16分 和15个篮板公牛进入状态较快 首截以30比18领先次截不行者 不断追分半场结束时 将分差缩小到4分一边再战 双方比分交替上升 第四截结束时 双方战至105平加失赛 还有9.3秒时双方战平 之后 奥拉迪波三分命中 只留给对手0.3秒的时间 1月4日 不行者对球员奥拉迪波 坐在比赛中上篮 新华社发乔尔来 纳社 奥拉迪波砍下全场最高的36分 萨伯尼斯拿下23分 和12个篮板公牛的拉文 砍下31分 当日其他比赛中 凯尔特人114比93大圣独行侠奇事 91比117不敌爵士 热火115比109战胜奇才辉凶 100比109 赋予狼王森林郎120比103战胜魔术 雄鹿144比112大圣奥恩太阳 111比121不敌快船开拓者 109比109比111 汉富雷霆编辑 肖世瑶签发高鹏版权归金华社 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1 激烍